我们做老板就是一路要找另外一路要拼金 不管你已经拼金到还是拼金不到 一定要拼金 因为真正的做生意 除了赚钱是自己本身赚的 够的 你拼金到对的话 那个人给你赚钱 换多倍的来 不是一倍 不是两倍 是换多倍 所以我们人不要每次 我们做什么 我们做老板有东西的 请到那个人 有财 有刚刚后勤 全都要不再烦 等到东西炸弹又再爆 你要重新再请过 对 对 做生意就是拼金的事 每一个月 每一个礼拜 每一天都需要找你 这个人就是我们讲的祖格亮 这个很重要 还有祖格亮的对手叫 不是 司马云 这个人我们一定要不断的找 就要向刘备 不断的跪下来找他的恩兵 刘备可以去一路找 他可以把自己的命都可以舍掉 跪住下来 因为这什么很多人不明白 因为刘备他的standard是王族的standard 他做什么 他肯这样做呢 因为他24期都是在找出人才 因为他知道 他破开整天都是酷的 每天打败仗的 对吧 他赢就是在哪里 他看到这样 因为他的身份高 他通告的机会 人才有机会 所以就算他去找人才 人才也要给他多少年 因为他是判住的里面 所以照理由他是 他已经是王位了 可是他不放弃 他不放弃去找对的人 如果来讲 他接到他是高 就好像我们接到我们高 因为我们接到一点东西 到今天我们就不再去找人才 以后啊 判掉我们的 因为这什么 我们不会找到最高境界的人才 所在人才之中的人才 我们不可以这样放弃 就是找到 再找到人 我们也不可以再放弃